鞍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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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麻省油漆水酸 趕快控制灰塞 再去8點20分左右 小鳳堆最中的汽水鄉中落落448號附近 這間家具工廠發生灰塞 小鳳堆第三大堆 麻省出東大有75位的小鳳林圓 跟27台車両全都現場出局 頭部破斷灰塞是對旁邊一間商店後面的廚房所發生的 灰塞也影響到旁邊的家具工廠 今天大概早上8點22分的左右 那我們據報在我們轄區秀水鄉張露露這邊 有一個外籍的商店的後方廚房這邊一室起火 然後擴展到旁邊的這些家具行 那我們到達現場立即布現搶救 那我們總共出動了將近70位的消防人員 還有27部的消防車來全力搶救 目前沒有人員傷亡跟受困的情形 那我們現在目前還是全力在搶救 那火是在兩個小時之後我們控制了 目前在進行殘火處理 將一夜才對中華僑友大樓會在集團回來的消防隊員 今天一早 油跟馬上全都受罪加股工手打火 連累的大火更是讓這些消防隊員四個早總 非常辛苦 張化市這邊有一個火警 那我們其他大隊的人員也都去支援 那我們也是陸陸續到今天 4點多 0點4點多才回來 那我們同仁也都很辛苦 因為剛好今天又發生工廠的一個 疑似外籍商店的一個火警 那我們同仁的確很辛苦 但是這是我們的職責 我們也是會全力的來搶救 集團會讓整間加股工手燒了了 好可再沒有人傷亡 會在真正的原因 目前還要回到調查當中 新中華新母初中先輸水 蔡宏博德